尊敬的戰友們好啊 這個七哥是剛剛打開手機啊 看太多戰友發信息了 七哥的命運與戰友們緊密相連 今天大家都知道4月6號今天七哥有參加一個開庭 從早晨5點起床準備到10點正式開庭 然後今天一直到剛剛結束啊 這個共產黨的這個太平聯盟啊 他們還有吳征的瑞瑪官司這幫人啊 這幫人以為這個能把七哥給耗垮啊 七哥直播都直播十幾個小時是吧 平常的幾個小時咋能被他們給搞垮呀是吧 但是今天我真的很心疼的是這個華人的翻譯 第一次很不容易啊 把他累個半死的啊 但是我們今天開庭感覺特別好 這個 這個美國政府的Trustee啊 特別特別專業 就人家政府官員咋都那麼好呢 就人家這位女士咱我見好幾次了 人家特別專業 特別專業 就人家開庭這種情況 那種專業咋就這麼好呢啊 我就在想 中國人成天吹牛吹狼叉的 又是要統治全世界又要統治美國的 咱沒見過中國政府官員有這麼專業的啊 哎 以後新中國聯邦吧 所以說 今天又被這幫共產黨的代表人啊給虐了一天啊 但是我特別的享受學習這種法律的過程 因為中國人未來也要這樣啊 我們也要這樣啊 就是要按法律辦事 是吧 有法 有規矩 這個社會就安全靠斑了 真是 我太羡慕美國這個國家這個系統了啊 不管你多有錢 不管你多有權 不管你多有權 不管你有什麼人 在法律面前一視同仁 真的是太棒了 太棒了 關鍵要說實話 你在法庭上你說假話 你是要付出代價的 這個國家太了不起了 就你造假 說假話是要付出代價的啊 還真的讓你付出代價 不是假的 而且沒有人能 不是因為你是常委的什麼小姨子 什麼縣長的什麼小情人 什麼公安局長的家人你就沒事了 想想吧 啊 中國和美國之間的差距 這哪是一百年兩百年的問題啊 這是個基本上一個社會系統 既沒信仰也沒有最底線的法律 更不要談道德了啊 啊 真的是我覺得所有這些開庭的美國人 他不知道我的感受 我太羨慕他們了啊 即使真的是我覺得讓我在中國 你讓我幹啥都可以 只要中國有這系統啊 中國人就好了 你看看上海 你看看長春 那對待人的方式那是人嗎 美國的狗 美國的什麼狗也不如啊 上海的一個區長都不如美國 現在一個落魄的落街的狗 在上海的一個十億百億富豪 現在淪落到 連美國的流浪狗都不如啊 可怕至極啊 沒有法律的社會太可怕了 沒有信仰的社會太危險了 愛美國你看看出來以後 你看看這整個大森林啊 社會井然有序啊 太多了 但是我又看到戰友的這種問候 還聽說今天七哥大直播 老班長敗演七哥敗演的很成功 你們老是覺得老班長很娘娘是吧 那是給你們娘娘 那骨子裡邊有硬氣的東西 那開玩笑呢 昨天我在那個辦公室見了長島哥 就是現在你在生活中見長島哥 跟原來第一次見長島哥 完全不是一個人了 就是長島哥那種內斂沉穩 整個人是在蛻變中 我相信戰友們都看到了 我們每個戰友在生活中都在變化 都在變化 我深信不疑的 老班長等所有的戰友們 都會迅速的蛻變 走向我們新中國人喜馬拉雅的目標 然後看到很多戰友對我的問候 感動的都不贏了 七哥太幸福了 所以趕快錄段視頻告訴大家 一切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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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您放您放您 啥都不說我到地邊了